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平原以北高耸着阿尔卑斯山 将意大利与中欧隔开 半岛东侧山市陡峭 多悬崖峭壁 河流短而急 不利航行 海岸线平直 港湾很少 半岛西侧 山市缓斜 多丘陵 河流较长 便于航行 几条较大的河流中 最著名的是台博河 河的南岸 有一片平原 这就是罗马人的发源地 拉丁平原 古罗马城 在拉丁平原的北端 台博河下游的左岸 距海很近 这是一片山岛地带 大约在公元前一千多年 在七座山丘上 出现了几个小村庄 在远古 山间谷地 溪流纵横 沼泽一路 后来山岗上的村民们 把谷地的积水排干 铺设石板路 把荒芜的沼泽 变成了平坦的广场 相传 罗马人的始祖 是战神 与凡间公主所生的 一对男生兄弟 自幼 被仇家抛弃在 台博河边 一只母狼 来到河边 看到篮子里 踢哭的婴儿 就用自己的奶水 喂养婴儿 使他们 大难不死 后来 牧人收养了两个孩子 给他们分别取名 罗姆路寺 和列莫寺 兄弟两人 长大以后 杀死了创建立了一座新城 大哥罗姆路寺 在竞争中打败了弟弟 以自己的名字 命名新城 自立为国王 罗马由此产生 根据传统的说法 罗马城建立于公元前753年 从公元前753年到公元前509年 历史上把它叫做王政时期 在这个王政时期当中 罗马中共有七个国王 最后一个国王 小塔克文 因为独断战型 力行科正 罗马人民不堪其苦 终于在公元前509年 发动暴动 推翻了国王的统治 建立了共和国 罗马历史呢 从此进入了共和时期 赶走国王之后 罗马人建立了一种新的政体 共和国 罗马共和国是一种包含君主制 民主制和贵族制思想的混合政体 国家的最高领袖叫做执政官 共有两名 任期一年 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 元老院早在王政时代就已存在 它是立法 审议 资政的中书机构 由300名贵族出身的元老族长 到共和国晚期 元老院人数增加到一千米 在共和国早期 政府被贵族所垄断 执政官 元老均出自贵族家族 平民只有选举权 而无被选举权 贵族利用政治特权 压迫平民 强占公有地 致使广大平民 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平民不愿忍受压迫 为争取平等权力 勇敢而坚持不懈地斗争着 然而他们没有选择战争 内战和流血 公元前496年 一群平民携带着武器 口粮 离开罗马城 占领一座名叫圣山的小山丘 与贵族政府对峙 史称第一次撤离运动 没有平民的支持 贵族们在战争到来时 便没有足够的兵源 因此 贵族同意 让平民享受更多权力 允许他们组织自己的议会 选举一种新官员 保民官 保护平民 免受贵族欺压 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平民运动 从公元前494年 至公元前287年 持续了200多年 公元前450年 平民的代表和贵族一道制定 颁布了第一部成文法 十二同标法 使平民大众可以依法保护自身权益 公元前366年 保民官里希尼乌斯 当选为第一位平民出身的执政官 此后 通过了一条法律规定 两名执政官必须由一名贵族和一名平民共同担任 到公元前四世纪 政府的各种高级官职都对平民开放 就连元老院中也出现了平民的身影 一批平民新贵应运而生 公元前四世纪晚期 债务奴役制被禁止 罗马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得到缓解 与此同时 罗马共和国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 早期的罗马共和国资源贫乏 疆域狭狭 随时都有被邻国消灭的危险 在最初的一百年间 罗马人就是在不断地与近邻的冲突中 度过的 公元前五世纪后期 罗马人在地区争斗中逐渐占据优势 在征服并摧毁埃特努里亚人的重镇 威伊城后 罗马的领土增加了一倍 罗马迈开了征服世界的第一步 公元前四百年 意大利北部山区 突然出现了一群高卢部落 长驱之入 到公元前三百九十年时 挺进到距离罗马城十公里的阿里亚河边 最后闯入罗马 火烧罗马城 七个月后 高卢人在罗马人被迫投降 并交出一大笔赎金后 撤兵 尽管高卢人摧毁了罗马城 但是罗马人的精神 比城墙均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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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国林立 多为希腊移民所建 塔林敦是斯巴达人的殖民地 与希腊本土有较多的联系 为抵抗罗马 塔林敦向希腊的 伊比鲁斯国王皮罗士求援 皮罗士是希腊化时期 最杰出的军事将领之一 一直梦想成为亚历山大第二 征服整个地中海世界 塔林敦的请求正中吓坏 公元前280年 皮罗士率领22000名步兵和射手 3000名起兵 即20头战相 在塔林敦登陆 在赫拉克里亚附近的集战中 罗马人因从未见过贵打仗的大象 不禁惊慌失措 吃了败仗 直到公元前275年 罗马人终于打了个翻身仗 击败皮罗士 公元前272年 塔林敦被迫投降 到公元前三世纪中叶 除波和流域外 意大利的其余部分 都落入罗马人手中 经过一百多年的对外战争 罗马终于征服了意大利 但是罗马并没有将它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 而是根据被征服地区的各种不同情况 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 依靠各部落和各地区 社会上层对意大利进行治理 这种分而治之的政策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确实保证了罗马后方的稳定 罗马就征服意大利以后 继续向西部地中海发展 这样呢 就有原来在这个地方的另外一个大国 加太基发生了冲突 公元前264年 到公元前146年 罗马人和加太基人之间 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争 因为加太基是菲尼基人的殖民地 而罗马人又叫菲尼基人为布尼人 所以把这三次大规模的战争 叫做布尼战争 公元前216年 双方在意大利 坎尼地区 发生激战 罗马 以八万步兵和六千骑兵的绝对牛市 挑战汉尼拔的四万步兵和一万骑兵 然而 却在军事天才 汉尼拔的面前 吃了半仗 罗马五万四千人被接 一万八千人被俘 而夹带机方面 只损失了六千人 坎尼之战 成为西方历史上 以少胜多的极好战力 为后来的许多军事战略学习者 所广泛重视 坎尼战役失利后 南部 中部和北部意大利的一些地区 纷纷脱离罗马 坎培尼亚的加布亚 和西西里的叙拉谷等城 也都投向加泰基 但是 汉尼拔毕竟劳失西远 缺乏补给 公元前204年 罗马派兵攻打北非加泰基本土 汉尼拔不得不撤离意大利 回尸北非 保卫母帮 然而 这个长盛将军 遇到了真正强悍的对手 公元前202年 年轻的罗马统帅西比亚 打败了汉尼拔 加泰基再次投降 沦为罗马的附属国 罗马共和国如日中天 大约同时 罗马又在东部地中海 开辟了新的战场 罗马先后征服了 希腊的马歇顿和叙利亚 塞留古王国 把小亚西亚和塞雷斯地区 囊括到自己的版图里 公元前一世纪中叶 彻底征服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 凯撒征服了山外高鲁 将罗马的疆域 扩大至不列颠地区 公元前三十年 凯撒的继承人乌大维 击败政敌安东宁和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的联军 灭亡了埃及的托勒密王朝 罗马共和国顶盛时期 江域西起英格兰北部 东至亚美尼亚山区 叙利亚沙漠和右发拉底河上游 南达撒哈拉沙漠 北道莱茵河 多瑙河和北爱尔兰高地 所辖人口约五千四百万 庞大的地中海 完全成了罗马的内户 西方的罗马与东方的中国汉朝遥相对应 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公元前三世纪以来的一系列大规模对外征服 给罗马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对于罗马人来说 战争就像经营农业 手工业和商业一样 他们是一种生产的方式 罗马人利用战争 利用战争的生理 把原来分散的财富都集中到他们手中 为他们服务 那么战争 每次战争以后 战争生理以后 都能够得到大量的赔款 比如 第一次布尼战争 生理以后 罗马人就从加大金人手中 得到了三千二百 优批亚塔列特 第二次布尼战争以后 又得到了一万一千塔列特 又如 公元前一百六十八年 罗马将军鲍鲁斯 通过三天的毕特纳战争以后 就获取了大量的臣富 这个臣富之大呢 一直由老院决定 从第二年 也就是公元前一百六十七年开始 免除全体罗马公民的公民税 罗马对于被征服的地区 尤其是意大利以外的地区 一般采用 行省地中管理形式 对其进行 有组织的掠斗 行省每年都必须向罗马公民 交纳大量的税收 例如西西里行省 每年大致要向罗马 交纳三百万摩地的粮食 这个三百万摩地的粮食呢 相当于十万罗马公民一年的口粮 所以啊 罗马的繁荣啊 罗马的高大的建筑 以及罗马畅通的道路 以及罗马的福利制度呢 都是建立在剥削 行省居民的和奴隶的基础上 建立起来的 当然 战争在给罗马带来大量财物的同时 也促进了罗马公民集体内部的变化 罗马共和国时期 实现公民兵制 军队由占有土地的农民公民组成 战时 公民们披甲上阵 平时则卸甲归田 然而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 公民们的服役时间也变得越来越长 当九死一生的士兵回到故乡时发现 经过战争浩劫的家园 如同秋风中的落叶 天地荒漠 家人赖以户口的小农场 已被卖出地窄 成了富人大庄园的一部分 豪华典雅的贵族乡间别墅 沐浴在亚平邻半岛灿烂的阳光下 与小自耕农破旧的茅草屋形成强烈对照 平民丧失土地以后 只有跑到罗马城和其他大城市中寻找工作 到共和末年 群集在罗马城内的流浪人群约有32万人 约占当时公民人数的三分之一 另一方面 战争又促进了骑士势力的迅速兴起和发展 骑士异域 起初是用来称呼军队中的骑兵 后来延伸到 一切能有足够钱财 供养战马去充当骑兵的人 再后来 大约到公元前二世纪时 就用这一称谓称呼财产超过四十万塞斯特斯 而又在占统治地位的豪门贵族之外的人 那些在战争中或战后发了大财的众多贵族和歧视 他们肆无忌惮地侵占从战争掠夺来的公有土地 兼并同胞公民的奋地 出身于显贵家族 但富有同情心的保民官提比略格拉谷 在公民大会上大声呼吁 替平民诉说冤屈 公元前133年 提比略格拉谷 作为保民官挑起了一场重新分配土地 保护农民利益的改革 反动的元老贵族拼命阻挠改革 第二年 在选举保民官的公民大会上 格拉谷被一伙暴徒杀害 十年后 他的弟弟盖约格拉谷在人民的支持下 当选保民官 继继续为没有土地的农民 为意大利人 获得公民权而斗争 公元前121年 盖约格拉谷本人 像他哥哥一样倒在血泊中 格拉谷兄弟改革 所引发的流血事件 拉开了百年内战的序幕 从公元前133年 到公元前30年 罗马共和国 由于内部矛盾激化 统治阶级争权夺利 而发生大规模内战 公元前73年 意大利本土发生了 举世文明的斯巴达克斯奴隶大起义 卡普亚地区的角斗奴斯巴达克斯 发动角斗训练所的奴隶们 冲破牢笼 他们成功地突破 罗马军队的封锁线 转战南北 严重威胁到 奴隶主阶级的统治秩序 起义者们 虽最终倒在了血泊中 但罗马的奴隶主们 已如金弓之鸟 惶惶不可证日 罗马的同盟者 意大利人 因不满罗马的统治 要求享受平等的公民权 于公元前91年 爆发了同盟者起义 罗马共和国 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 在海外 不甘心屈从于 罗马统治的附属国家 伺机蠢蠢欲动 共和国晚期 罗马人民不再依赖那些 选举产生的 时常变动的行政官员 而是依赖那些 手握重兵的军事将领 马略 苏拉 庞培 克拉苏 凯撒等军事强人 应运而生 共和国的最高权力 渐渐落入他们的囊中 公元前87年 马略发动政变 秦那以执政官身份 实行独裁 公元前81年 苏拉被宣布为 无限期独裁官 建立军事独裁统治 公元前60年至45年 罗马出现凯撒 庞培 克拉苏 前三头的寡头统治局面 公元前49年 凯撒夺取政权 获得终身独裁官头衔 初步奠定君主制政体的模式 凯撒死后 政权落入安东尼 乌大维 雷毕达后三头手中 最后 乌大维打败所有竞争对手 结束了内战 以元首名义 在共和制外衣的掩盖下 实行君主制统治 罗马共和国在内忧外患的重压下 黯然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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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黯然解体